佛图城 百年传法一生清静 正是斋戒的日子 后照国都夜城外的一条小河边 高僧佛图城正洗他的肠子 他的左乳旁有孔 肠子可从中弄出来 他坐在轻石上很认真地清洗着 这是他的习惯 已坚持多年了 夕阳缓缓地斜照下来 水中的鱼儿悠闲地逗弄着扶平 他直起了身 默然回头 看一看烟矮之中的暗灰色城墙 其后久久地望着冬去的流水 这位过百年的高僧在想什么呢 属于他的时间太长了 他看着一带过去 一带又来 看着血腥和屠杀这里刚熄 那里又起 他经历的人事沧桑太多了 他能从何想起呢 一切都抱怨在乌檐的注释之中 佛图城刚从西域到洛阳时 是近永家四年 公元310年 那时候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不过对他来说 一切都还刚刚开始 他本想见四传法 但正赶上前兆的流药 占据了洛阳 京城内外纷纷扰扰 只得作罢 引顿到了山野草泽之中 静观事态的发展 当时 石乐正屯兵在葛坡 这种人蛮姓未处 只有在刀光剑影 在鲜艳的血流中 才能得到快位 于是每一出兵必定以杀人为戏 连做梦都在杀 杀杀 有许多僧人也难逃厄运 面对着四处可见 被野鸭野狗吃剩的腐尸白骨 佛图城再也无法等下去了 内心的慈悲使他决定该行动了 他要用佛法感化石乐 于是 他侧杖来到石室军营附近观望着 他打探清楚 石乐手下大将郭黑略 速来信奉佛法 便投奔了郭家 他不能贸然去找石乐 在有着嗜学本性的人群中 他得小心行事 此后 黑略随石乐征战 每每能欲决胜负 开始石乐还以为是凑巧 后来终于犯了疑惑 忍不住问 爱卿啊 姑从未觉察到 你有什么出众的智谋 但你现在能欲知极凶 这是怎么回事呢 黑略见时机已到 便按佛图城所教对他说 将军天生神武绝伦 就是幽灵鬼神也来帮助你 现在有一名僧人 道数与智慧都了不得 他说将军会占有中原 他自己也应做军师 臣前后所言的军事都是他教的 自然他没敢说自己已经败在了高僧的门下 并从他受戒 石乐听完顿时大喜 竟有这等好事 真是天赐啊 快招他来 他已急不可耐了 不久 佛图城就来了 从迈进石乐军战的第一步起 他就知道此后的岁月 会是如何漫长 而又充满惊心动魄的色彩 这是他自愿的选择 要弘扬道法 得借助王者之力 要普及众生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帐中人物各个凶神一般 主神石乐更是目露凶光 石乐见他从容自如 虽然年纪明显已老 但并无隆中之态 八尺之躯直硬如松柏 心下便剩三分的敬意 开口便问道 佛法是什么 佛有什么灵验呢 佛图城深知 像石乐这种皮子 对他说法无异于对牛弹琴 弄不好还可能被牛抵一下 便说 佛法虽然高妙深远 但也可以用浅进的事 来验证一下 至于大法 容我日后慢慢讲不迟 见石乐点头 便取波桩水 烧香念咒 水中很快便生出了莲花 光彩夺目 这一招果然灵验 石乐当下幸福 周围的人也惊呼不止 这些宿众巫术的游牧人 从未见过这样神奇的事 佛图城见石乐 性质高了起来 便趁机劝谏 为王者 若以德福人治国 吉祥的四灵 四灵就是龙凤灵归 就会出现 若为正残暴多弊 不祥的彗星就要出来 这些东西一来 世运就要随之而变 自古而然 石乐一听点头称是 他虽然不杀人 就不痛快 可毕竟是想像汉高祖那样的人 他要效法大汉 作为一番 所以佛图城的话 还能听得进去 这样一来 佛图城就护了不知多少生灵 中原一带 许多湖人 汉人纷纷信佛 佛图城也常常治疗完症 施舍激紧 佛法终于开始显露微光了 石乐从葛坡回河北 经过坊头 营寨刚扎好了 郭黑略便到石乐的住处说 佛图城让我转告将军 今晚有人要结营 石乐说一句 知道了 便派人布置 心里嘀咕 这老和尚当真料事如神吗 等到了晚上 一般结营的方头人被捉住了 他才暗暗地点头 不过 凡为王者生性都多疑 他还想试一试佛图城 一夜 他在帐中披甲带咒 执刀而坐 派人去告佛图城 说大将军找不见了 心想 你若有神焰 还罢了 若是晕头晕脑地也撞到这里来 看我不一刀切了你 使者刚到 还未来得及开口 佛图城就大声说 并没有盗贼 将军杖里弄得那么森严做什么呢 石勒听使者一说 当下惊出了一身冷汗 神僧 果然是神僧 由此对他更加敬重 不过时间一长 猜疑又从另一个方向冒了出来 石勒总在想 养这么一个料 是如神者在身边 是力大呢 还是弊大呢 故然他可帮我出谋划策 创建基业 不过 这种人 我怎能控制得住呢 他看我一清二楚 我看他一片模糊 若是他收拾我 可怎么办呢 不行 得先下手 佛图城早已悄悄躲到了颇黑烈的家中 对弟子说 若石公问我的去处 就说不知道 结果 使者四处搜寻 无论如何 也找不到 使勒又是一惊 我对圣人心存恶意 他怎会不知道呢 一定是离我而去了 整夜辗转反侧 不能入睡 想马上见到佛图城 佛图城知道他已有悔意 一早便去访他 使勒一见 又惊又喜 昨晚大师到哪里去了 叫我好找啊 他哈哈大笑 功心存恶意 所以全且毙了一毙 功现在心意已改 我就又回来了 使勒一听 脸上挂不住了 直得尴尬的打哈哈 啊哈哈 哪里哪里 大师误会了呀 从此也就对他深信不疑 乡国城 护城河的水源 在承西吾里团丸 祠下突然枯竭 事关一城的防卫 非同小可 石勒便去找佛图城讨主意 佛图城听他说完 立刻答道 现在应当命令龙了 石勒自视龙 以为他在嘲笑自己 面有不悦 正因龙不能弄到水 谁才来问你 他知道石勒误会了 联蒙说 这是实话 并非戏言 源头应有神龙居住 去命令他不愁没有水 于是与弟子伐首等人来到了源头 众人一见干旱的裂缝宽如车折 心生疑惑 哪里有半点水呢 佛图城坐到了神床上 点燃安息香 不断的念诵咒语 第一天 第二天 干旱如初 困顿难知的途中 想劝师父作罢 但一看他的表情 庄严而飘渺 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样子 谁也不敢上前 第三天 水流终于从裂缝中涌出 一条小龙也随水出来 长约五六寸 众人争着上前去看 佛图城喝道 龙有毒 离开 走近了会死的 众人顿时轰散 水流猛然变大 源源不断的朝沪城河流去 佛图城一次坐着窥探 两天后 当有小人在这里闹乱子 接着事情就发生了 乡国人薛和有两个儿子 年龄很小 但娇蛮霸道 常常轻慢地戏弄鲜卑奴 奴奴愤然抽刀 将小的刺死 抓住了大的 用刀抵住了其心口 冲着门外大喊 谁也别进来 进来我就杀掉这个小崽子 性虚的 送我回国 我放你儿子 不然就都死在这儿 内外大惊 许多人都跑来观望 石勒悄悄地问佛图城怎么办 佛图城对他密语一番 石勒便对薛和说 送他走保全你儿子 确实好事 但这种做法一旦兴起 可是后患无穷啊 爱情感情上 且暂且忍一忍 国家自有法律在 说完便命人去抓奴仆 奴仆杀掉了小儿 举刀自尽 鲜卑人的头目断波 早想攻打石勒 这一下有了借口 便兴兵来犯 石勒后悔行事鲁莽 心下害怕了 值得又向佛图城来讨主意 佛图城微微一笑 说道 不必着急 昨天我听塔上的铃声 他说明早吃饭时 当勤货断波 石勒心里终究忐忑不安 他登上城头观望 见断波的军队 黑压压的望不到头 大惊失色 这么多的人 动一动地都打颤 这怎么能抓住断波呢 成功不过是安慰我罢了 又派人去问佛图城 来人回来说 断波已被抓住了 原来城北的伏兵出击 遇上了断波 便将其擒货 石勒心下猜测 是谁设得这么奇妙的伏兵呢 难道 佛图城劝石勒饶恕断波 石勒听从了 后来果然得到了断波的帮助 过了些年 后赵的刘仔死掉了 刘仔从地流药席位 称袁光初 光初八年 公元三二五年 刘耀派从地中老五刘越 攻打石勒 石勒派手下大将石虎 带步兵和骑兵抵抗 双方在洛阳以西大战 刘越很快兵败 想保住石渠乌 石虎也竖起了木炸防守 佛图城与弟子从公寺走到了中寺 刚走到四门 便探到 哎 刘越真是可怜啊 弟子们莫名其妙 忙问怎么回事 他说 刘越昨天害时被抓住了 光初十一年 刘耀率兵攻打洛阳 石勒想亲自带兵迎击 许久刀上不见血了 正好这是一个机会 但所有的官员无不劝阻 为什么呢 无非是危险 石勒大怒 佛修尔去 他去找了佛图城 佛图城一见他来 便说 情形我已经知道了 依我看 还是出兵好 塔上项轮的铃声说 透支替力纲 朴谷 瞩突当 这是节族语 你懂得的 透支 君的意思 替力纲 出的意思 朴谷 留要的位置 瞩突当 捉的意思 这不是说 君出捉得要吗 当时官员 徐光也劝他出行 于是 石勒留下了长子石洪 与佛图城一起镇守乡国 自己率中军 骑步兵直奔洛阳 只两丈 留要便大败 他的马狂奔乱跑 串入了水中 实看将他捉住 送给了石勒 乡国的佛图城 对这一切了如指掌 佛图城有一种本领 用麻油混砸腌制 涂抹手掌 千里以外的事 如在墓前 他在掌中见一大群人 用红丝绳 套着脖子 绑着一位去见石勒 便告诉石洪 肥手已抓住了 灭掉了流要后 石勒便称赵天王 行皇帝的知识 剑园 剑平 这年是东晋贤河五年 公元330年 石勒登位后 师事佛图城更加虔诚 当时石聪将要叛变 佛图城便以淫语告诫石勒 今年村中有虫 吃了会害人 可以告诉百姓 不要石聪 石勒不知所云 当真便告境内不要石聪 佛图城只有暗自摇头 他还能说什么呢 到八月份 石聪叛乱 石勒才恍然大悟 对佛图城愈加尊重 凡是必征询他的意见 才下决断 尊称他为大和尚 大将石虎有个儿子 石宾 很招石勒的欢喜 忽然抱病身亡 中人在悲哀中 不知不觉过了两天 石勒忽然说 朕听说国太子死后 贬阙使他复生 大和尚不正是国内的圣人吗 快去请他来 肯定有办法 佛图城便取来杨柳枝送咒 众人都紧张得并息不动 过了许久 只见石宾声音了一声 从床上坐了起来 惊讶地瞅着众人 仿佛刚从梦中惊醒 从此 石勒便将自己的幼子们 送到佛寺中养活 每到四月初八 佛的诞辰 石勒都亲自到寺里 用香汤御佛 为儿子许愿 剑平四年四月 天气清朗无风 塔利一灵独明 佛图城告诉众人 国内将有大丧 不出今年了 到七月 果然石勒死掉了 长子石洪继位 没过多久 石虎废掉石洪 自立为王 迁都叶城 称袁建武 石虎倾心失事 佛图城 教石勒有过之无不及 他下诏书说 大和尚是国家的大宝 他从来不受高官厚辱 但如果这些一点也不顾忌 与其德名相称呢 从此以后 应当让他穿绫罗绸缎 称作凋碾 朝会时和尚圣殿 常事都要帮着台座 太子以及助公 都要在两边搀扶 主侍者要唱 大和尚道 助人都要起立 以显其尊贵 又命令司空李农 早晚都要亲自问候 太子助公 每五天要朝拜一次 以表达朕的敬意 佛图城当时住在夜城中寺 他派弟子法长 北上乡国 恰好另一弟子法左 从乡国回国 两人相遇在梁姬城下 晚上对床夜雨 师兄弟说话 话题自然离不开师父 法左一向对师父借法术形式的做法颇为不满 便畅开说了起来 师父那次骤龙出水 是不是暗中派人做了手脚呢 师父的肠子是真是假呢 怎么流出来他也没事呢 法长默而不答 法左道经 许觐见佛图城 师父一见他进来便笑着说 昨晚你和法长谈论我了吧 先民不是有言吗 尊敬他 幽居也不改 谨慎行事 独处也不懈怠 幽居独处 恭敬的根本 你不知道吗 一徐话说的法左既惊恶又惭愧 立刻忏悔过失 消息传扬出去 国人都说 不要起恶心 大和尚什么都知道 凡佛图城所在的地方 绝没有人敢朝其方向流涕 吐唾沫或便秘 当时太子十岁 有两个儿子在香果 佛图城对他说 小施主肯定得了病 快去接回来吧 十岁派人去 果然已经病重 太医殷疼 以及另外几个外国僧人 说能治好 佛图城当时沉默不语 他回思对弟子法雅说 就是圣人付出 这种病也治不好了 何况这类人呢 没出三天果然死了 后来十岁图谋逆反 与宫中小臣密谋 大和尚有神通 他若告发我们的谋略 可就麻烦了 应当先除掉他 十五日 佛图城要朝进十虎 事前对弟子 僧慧说 昨夜天神对我呼告 明天入朝前 不要去看别人 我若不得不那样 你应制止我 平常入朝 他先要探望一下十岁 这次十岁更是苦苦相邀 佛图城只好去了 他要上南台 僧慧为他牵衣 佛图城说 不能停留 还没坐稳 僧慧便掺着他起身告辞 十岁强留不住 图谋随告失败 回到寺里 佛图城叹道 哎 太子作乱 形势将成 欲说难说 欲忍难忍 随后 屡次用事情点拨石虎 先前说客们 只能用预言 来向帝王说大道理 是怕他们听不懂 佛图城不能直接说出来 是因为他处境微妙 虽备受尊崇 但稍有不慎 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但是石虎这种人 怎能听出其中的隐微呢 直到祸乱发作 他才搞明白 后来 老将郭黑略 带兵征讨枪人 中了埋伏 当时佛图城正在堂中打坐 弟子法常陪坐 忽然见师父面容凄惨 郭正公正在遭恶 他说 立刻要求僧众咒怨 自己又亲自咒怨 过了一会儿 又自言自语的到 他若向东南方向逃 则能活 向别处去 死路一条 又继续咒怨 过了好长的时间 才松了一口气说 脱险了 一个多月后 郭黑略 蓬头垢面的回来 自述经历 陷入围困中 直到生还的希望不大了 便抽打坐骑 横冲直撞 忽然 马拼命朝东南方向跑 没跑出多远 重箭负伤 再也跑不动了 正着急 手下一人将马给了他 说 功乘这匹马走吧 把那匹伤马给我 行与不行 都拼命了 靠他才得以脱身 从人推算日期 正是佛都城为他咒怨那天 黑略一听老泪纵横 赶忙败倒在地 大司马燕公石斌 被石虎任命为幽州墓 天高皇帝远 石兵便在那里聚集群凶 肆虐无度 一时间闹得幽州城乌烟瘴气 鸡犬不宁 佛图城告诫石虎 天神昨晚说 要赶紧将马收回来 否则到秋天渡计就要溃烂了 石虎不愿显得太无知 不好深问 但实在想不出什么意思 只得命令各处将马送回 秋天有人告发石斌 石虎将他召回 一怒之下重打了三百遍 并杀掉其生母骑士 这一怒可止不住了 他感到自己的权威正受到了威胁 他要用更多的血来证明他的不容冒犯 他弯弓搭建 又射杀石斌手下的几百人 佛图城积极去劝阻这个杀红了眼的嗜血狂 陛下心意不可放纵 死人不能复生啊 礼法规定 帝王不亲自用刑 以显皇恩 哪里有这么做的呢 石虎也后悔做得过分了 便趁势停了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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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战 我继续